臺灣機械業去年產值1.3兆元創下新高 今年朝2兆元賣進 機械工會理事長魏燦文表示 精密機械智慧製造工業4.0 機械雲集節能減碳等需求大增 加速機械業發展 訂單能見度至少到第二季 魏燦文指出有三大隱憂 通膨疫情及烏厄 魏燦文表示烏厄冲突避免不了原物料上漲及缺貨 并認為烏厄不會開打 如果真的戰爭將是人類的悲劇 不过现阶段必須面臨的是人才荒的問題 蔡總統昨天也有提到這個議題 那我們要參照半導體學院 我們弄一個機械產業學院 我說好 非常好 著力在高工培養一般的技術人員 不是只有白領階級 南領階級我們也要 會這麼需要人才不是沒有原因 從今年1月出口來看 已達30.13億美元 再創歷史新高紀錄 較去年同期增加12.8% 1月台灣機械出口美國額度 首次超越中國大陸 魏燦文點出關鍵原因 大陸是一個很不穩定的國家 從中美貿易 從香港的這個事件 新疆的事件 整個全世界最大陸的觀感 已經在做基本上的改變 那台灣剛好因為智慧製造 這些設備提升了 我們的機械的信任 所以迎合全世界的需要 千載難容的好機會 對於全球碳中和與碳關稅議題 魏燦文表示 機械業必須加速將ESG等思維納入企業經營 名譽理事長柯拔西葉表示 透過智慧製造 機械優化等都能降低碳排 新桃利亞太電視 陳文摩李晶晶 台灣台北報導 大廈的恩賦 不要來跟我們一起看 我們一起看 大廈的 最新的 都能降低碳排 到處理